透过及时回传前线影像 掌握敌军动态资讯 搭配战术火用 迎在情报站起跑点 无人机研发成各国兵家必争之地 台湾也组国家队 削弱对中国的依赖性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分析 台湾早期重要零组建都来自中国大江公司 但无二战争后 全球关注并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 台湾也不例外 还培养出军工产业 他也直言 伟创子同董事长林谢明率领公司 以十亿元入股金伟航泰 取得45%股份是好的开始 喊话IT产业大咖应该投入 加益的亚洲无人机的AI创新研发中心 这里面有所谓的台湾的无人机国家队 还有很多的新创团队 在民间也有在用所谓的油电的系统 来增加飞行的时间跟载送的一些能力 MIT国家队就位指标大厂 包含雷虎科技 金伟航泰和制飞科技等 研发出无人机 飞行系统和导控站软体等各式产品 根据官方预估 2030年台湾整体产值将达400亿元 蝎金河还透露0403花莲地震 土耳其无人机队来台协助救灾 也进一步洽谈两国深化合作 盼能推进无人机功能强化应用优势 华视新闻曹文山 苏云宽 新北采访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